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队就在身后 好了好了 开玩笑 这个没有对手是我的队伍 我这个私自的把它安裁成了你们的最大对手 让Gibi来说一下 你们觉得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你们的最大对手是哪支战队 我觉得你这是我们的最大对手 因为毕竟你的采访懂得都懂 很不错 是不是 很不错 那我问一下这个山智吧 好不好 因为你每次攻击我 我们问一下山智啊 山智这一次摩前宝战队成立啊 又跟三位老队员一起 再加上诗一纸 一起组队 来打今天这个比赛 感觉怎么样吗 感觉非常棒 这样 我们考一下山智 让他今天采访的时候回答 至少超过十个字 再来一次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就是还比较开心 然后也比较棒 完成任务好不好 完成任务 那另外除了摩前宝在台上的思维成员呢 在解说台上 还有一位你们摩前宝1.0的成员 酷酷 今天他担任全场的这个解说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的吗 我只想说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终于选到我想要的了 远在解说台上的酷酷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 待会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把画面给到解说台的时候 他能够给你们队伍啊 给出一个怎样的祝福 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还是希望 玩得开心一点 好不好 玩得一定要开心一点 但我这边可以偷偷告诉你们 除了你们四位是面带笑容之外 我注意到了场上所有的其他队伍 好像跟队员们都没有沟通啊 可能他们比较害羞 像我们就是比较放开 那既然你们放得开的话 你们对你的这个所有的对手 喊一句狠话 没人一句好不好 最后再给你们来一道考题 说一句狠话 一定要绝对超狠的那种 打出示意指的这种气势的那种狠话 我觉得 你来 我我释怀没有对手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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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抢一抢 轻轻打 尽力打是吗 你刚刚说的是毫无悬念 怎么就变成尽力打了 这样你选一个你的直接竞争对手吧 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 你在微博啊 专门发了一条微博 这个怒喷了一下花痴 啊 哈哈 其实也没有怒喷了 是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这样你把花痴 作为你的假想敌 跟他说一句狠话 呃 小牛嘛 哈哈哈哈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个小tip的花痴就到我们的舞台正前方啊 正回头看着我们的采访呢 这个狠话说出去之后应该还是会感觉到一些压力了 好不好 那王源任务完成了 释怀 你的任务开始了 你可是参加了没什么不能抛的比赛成员啊 狠话一定要狠 那君米还没说君米先 我三次说 在座的没有一个能打的 我真的好想挖一下他们在赛前准备说的那些狠话 那些真的太精彩了 但一旦开播拿上麦克风 他们说的话全变了 怎么说嘛 释怀要不要透露一下刚刚我们彩排的时候聊的东西 聊什么了 聊些真的可以播的东西 啊 啊 没有吗 哈哈哈哈 总之啊 我再提醒一下你们 在这次比赛打完之后呢 冠军是可以获得两万元 人民币的奖金了 好不好 啊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头衔 而且也能够拿到一个冠军的头衔 所以你们应该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压力的 没有压力 开心就好啊 纯纯没有压力吗 你要君米要不要给他们下点压力 呃 我觉得姑姑应该比较有压力 因为我们换了个对手 会换了个队友 你知道吧 哈哈 姑姑应该很有压力 我觉得待会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啊 来听一下库库啊 对于你们这支战队的一个评价 那另外啊 三大平台战队 你们是其一 另外呢 还有一支战队 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 双子星战队 对吧 呃 接下来在比赛过程当中 如果正面遇上双子星战队 你们会怎么处理他们 怎么 惩治他们 你们两个松子星 哈哈哈哈 给我给我 我不知道 怎么说 遇到双子星 啊 弥加诚 我还是一支手能拿捏的好不好 哇 哇 这么做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的这个赛前采访已经聊到够多了 我们已经从释怀的嘴巴里面套出来了啊 遇到双子星战队 弥加诚 成C 直接被他单手拿捏 那到目前为止啊 就是我们全部的赛前采访内容了 我们把画面交还给我们的解说期 我们把画面交给我们的解说期 再回一个节目 1 2